3 2 1 Go 大家好 今天是禮拜六 我声音尽量大一点 是不是海浪声很大 我尽可能声音大一点 今天我们出来玩一下 这边悉尼是 这是悉尼比较北的一个海滩 叫Palm Beach 棕榈滩 跟美国那个棕榈滩 世界上也有很多棕榈滩 这是悉尼的棕榈滩 还是挺不错的 那边有个灯塔 然后昨天发生一件事情 其实这两天类似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 就是中国正是对澳大利亚产的红酒 磕了关税 而且很高的关税 从一百零几到两百多的关税 在之前就已经有煤炭送到了中国 到了港口了 结果海关不让清关 然后就留在那 跟以前在之前的话 就是一吨沉沉沉沉的龙虾 在中国的机场也是不让清关 然后龙虾就白白的 就活活的 龙虾就活活饿死了 烂掉了在那 类似这样的案例 我们作为中国人都知道的 这个很明显 这个就是在 因为他找的借口都是说 你的食品里面是不是有问题 你的澳洲龙虾是不是有问题质量 你澳洲煤炭是有质量问题 你这个理由 但是我们是中国人 不是装外宾的都知道这是在干什么 其实即便你不是中国人 所有人都知道你在干什么 澳大利亚跟中国签了自贸协议 虽然签了自贸协议 但是目前这个自贸协议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只占中国总出口的3% 而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占了澳大利亚总出口的30% 这是完全不对等的 所以在这方面相当于是中国有点是说 我想玩你就玩你 类似这样的状态 之前我们讲过了 澳洲总理在中国方面提出了14条罪状以后 已经做了公开发言了 那个已经把观点亮得很清楚了 就是说其实你如果关心澳大利亚政治 你看澳大利亚总理在过去两年里面发言的话 你会知道他上一次发言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 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多说了一句两句 说中国的扶贫还是很成功的等等 这样子的话 其他的根本没有任何的松动 那个14条 之前我们讲到14条的罪状 其实你总共把它归结起来就五大罪状 第一个是澳大利亚外国投资 跟外国关于方面的法律跟政策 比如说外国投资它有些 你要收购澳大利亚一些要害的部门 它不让你收购 然后华为不让你准入 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同时制定反外国干预法 防止外国代理人随意的干预澳大利亚本国的事务 等等这样子这属于一类 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讲COVID-19 就是新冠病毒 澳大利亚率先发起了要求 进行对源头进行独立调查 然后就是中国地区 不管是新疆啊西藏啊 还是香港等地的民权人权问题 再然后就是澳大利亚本地的一些智库 中共认为你澳大利亚政府参与了部分拨款 你怎么能允许这样的智库发生呢 不可以 再往后就是 美企以及个别的政客 澳大利亚的政客 他的发言 你澳大利亚怎么管一管 管一管美企啊 管一管政客 好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五条你仔细看一下 几乎没有可以让步的地方 哪怕是形式上让步 就给面子 几乎也没有 唯一我能想到就是新冠疫情的调查 就是暂时不提了 这是我能想到的 暂时先不提了 等到各国恢复起来以后再提 除此以外我想不出来澳洲政府有哪一点 他会去做一些事情 让中共觉得很满意 你这个改正态度不错 这是不可能的 在这两天有很多进展 第一个澳大利亚农业部部长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了 明确说了态度依然不变 我们该做的都做了 而那些我们不该做的我们也不会做 另外表现出来了 包括商务部长采访的时候 商务部长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 也说类似这样的意思 表现出来就是说很无奈 但是也很轻松 也没有很忧虑或者怎么样 至于民间我之前给大家补充一个细节 就是中国对澳大利亚进行红酒的关税 它的理由是反倾销 就是红酒是政府补贴的 然后以很低的价格倾销中国 但是它里面的关税是分级别的 对于不同的红酒公司有不同的级别 而级别最低的就是税率最低的 只有106%的那个 那个是 怎么说呢 首先它是中国人开的 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有很多的酒庄 包括红酒品牌 有很多很多 超乎你想象的多 没有数据统计 总共占澳大利亚红酒产业多少 但是一定是少不了 所以最轻的那个就是中国人开的 其次还是一个澳大利亚很清华的一个政客 也是以前的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 工党政府的时候驻中国大使 这个人参与了股东的 这样一个公司被人挖出来了 而澳大利亚本地公司 或者说没有中国控股 或者说甚至有可能跟对于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一些人 有关联的公司 这个就是最高的税率 接近200% 197% 就是你卖一瓶酒 十块钱酒 你要交二十块钱的税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在民间其实有很多声音的 尤其是很多 你是看很多工党背景的 或者说是左派背景的 会在叫 说这个受不了 这个对中国 你这个对澳大利亚对中国态度太强硬了 还是那句话 其实你回过去看 过去两年澳大利亚的态度没有什么强硬的 都是一些基本的本质的问题 前面我们讲了 本国的主权问题 不管是投资也好 还是外国干预也好 国家安全也好 这是本国主权的问题 新冠肺炎的源头调查 这是一个只要是有良心的人都能够说出来的 这样一个话 最近中国不断在 一块新冠肺炎是美国来的了 一块新冠肺炎是意大利来的了 一块新冠肺炎是冷炼 就是冷冻食品 国外的冷冻食品带来了 等等层出不穷 连国际卫生组织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都已经发出这样的疑问了 就是说你不从你第一个发现病毒的源头开始查的话 你任何其他的查法都是神经病 都是神经病 都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 所以这个也是只有你有基本的良知的人 你没有任何的其他额外顾虑的人 你都会这么想源头进行调查 而且并没有说针对中国 如果中国觉得是美国的 那我们到时候查出来是美国的 那不是对你有利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包括其他的 我们前面讲的言论自由 媒体和政客的言论自由 包括这个智库的 独立智库组织的言论自由 澳大利亚中国政策研究所ASPI 虽说不是什么右派智库 但是能够不受资本控制的智库 已经是少之又少了 很多人说它有来自美国的资金 澳大利亚智库很多 你看所有智库的资金的来源 都是很多样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把智库 这方面不管资金撤掉 或者不让人说话 这个政府只会引火烧身 其实如果你关心澳大利亚本地舆论的话 你会发现在支持保守党 自由党政府的这些人里面 比如说澳大利亚人报 跟每日电讯报的主要读者群里面 你会看到他们对于中国采取的态度 是群情激愤 因为跟他们所一直抱持的比较 怎么讲呢 体面的文明的做法 这种无赖做法是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 这个几乎可能在连前苏联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尤其在澳大利亚身上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是群情激愤的 而在反对党那边工党那边主流的民意也丝毫不远 即便这样了主流民意也丝毫不敢往帮中共说话这方面去捅 当然他有他的顾虑 他有他的考虑 工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觉得反而这个时候应该把政府架子架得高高的 让他跟中国不缓解关系 到时候经济搞砸了 明年大选或者后年大选我就有机可乘了 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但是不管因为什么因素呢 工党里面是没有对于政府的做法批评太多的 也没有说有很强烈的要呼吁要迎合中共的这样的意思 只有一些 我这边要说了 澳大利亚政坛里面有几位 我就不点名了 有几位是老面孔了 就是对于中共是无原则的支持 比如说新州那个什么前州长 比如说澳大利亚 刚才我们讲的澳大利亚这个前大使 前驻华大使等等这样 比如说维州的 墨尔本那个州的一个参议员 这都是铁杆的中国粉丝 其中有一位我还采访过 可能是我的会员的话 都看过我当年在四年以前对他的采访 关于让他预测川普会不会当选的 闹了个大红脸最后 总之在工党内部 也就只有这几个老面孔 这几个老屁股 还在一味地帮中共说话 其他的我觉得就这两天看 没有任何的波澜 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事情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 不该做的我们是不会做的 这个似乎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民族性 很多人就说了 那你澳大利亚是不是就是纯傻 一路傻到头了把自己傻死了呢 也不是 其实我们还是以古论金 以古论金 我不是文昭那个谈古论金 我是奶爸 猥琐版的文昭 以古论金 我们回想到澳大利亚上一次遭受到 类似这样子准战争的威胁 这次我觉得就是贸易战了 已经没有区别了 几乎就是准战争的威胁 也就是在1942年 那个时候日本攻占了马来亚半岛 当时轰炸了珍珠港以后 日本的舰队直接就往澳大利亚来了 然后这个舰载机 就是轰炸珍珠港的内置部队的舰载机 就直接轰炸了澳大利亚 最北面的达尔文和布鲁姆 所以炸弹已经落到澳大利亚了 当时澳大利亚其实早在之前几年 193几年开始 那个时候是澳大利亚的保守党政府 右派政府执政的时候 据说 但是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据说当时政府已经制定的叫做 Brisbane Line 后来被称为布里斯班防线的这样一个计划 这是个什么计划呢 因为澳大利亚国土太广大了 然后当时澳大利亚主力军团在北非 去帮英国打纳粹去了 不在本土要调回来了 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时候澳大利亚理智做法 就是把兵力收缩 收缩到澳大利亚人口最稠密的 也是工业基础最强大的 就是从布里斯班到墨尔本 这一线 澳大利亚东南部沿线 沿海地区 就是我们这 这是最理智的一种做法 那么除了这一带地区 其他地方怎么办呢 说白了很简单一句话 焦土政策 就是让日军利用不到任何可以利用的资源 所有地方全部烧光 人全部迁走 粮食全部弄走 三光政策 在自己国土执行三光政策 然后跟日本打持久的消耗战 目的是什么 不是为了打一辈子 而是为了争取时间 让美国这边能够缓过来 能够展开对于日本的反击 英国那边包括澳大利亚本土军队 能够撤回到澳大利亚本土来 协防 争取时间 当时是有这样的计划 计划在布里斯班防线的死守一到两年 但是后来因为 因为美国在中途岛非常意外地用两艘半航母 击沉了日本主力舰队四艘航母 彻底扭转了战局 所以包括在珊瑚岛海战就没有吃亏 所以最后计划没有实施 但是1943年这个计划被人翻出来了 然后因为那些年年澳大利亚大选 工党就把这个计划翻出来 说有人要有这个计划 防守党要把你们焦土政策 然后澳大利亚国民就怒了 保守党政府就给选下去了 但是后来又否认说曾经有过这个计划 但是在最近几年2017年左右 有人发现了相关的文件 认为尤其是当时的美国的驻菲律宾的 美军在东南亚南太平洋一带的总指挥叫做麦卡锡 道格拉斯麦卡锡 在一次会议里面也提到过布里斯班防线 这个词他没有去解释什么意思 但这个字提到过 到了2017年有放出来的更多的新的文件发现 确实存在过这样的设想 其实这也是非常合乎逻辑的设想 因为澳大利亚地广人稀 如果你把病例全部封散开来 那就是被人家一点一点的吃饺子嘛 所以当年这个战略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澳大利亚现在要做的呢 当然了我说澳大利亚现在能不能做焦土政策 就比如说彻底撕破脸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这种可能性存在 这也是斯科特莫里森在之前演讲里面想的 这个stark choice 就是那个比较极端的 迫不得已比较极端的选择 这种可能性还是不大 但是澳大利亚现在要做的 就是慢慢地争取时间 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争取不管是五眼联盟也好 还是四方协议 就是日本 印度 韩国和澳大利亚 这四方协议的双方的互援也好 还是争取五眼联盟 英国 美国可能暂时指望不上了 如果拜登当选的话 英国等等这样的 加拿大的这种国家 大家有共同敌人的这样的国家 能够互相的帮扶 尤其是比如说这次对于中国的红酒 被施以高关税 那么很多人现在就在跟印度那边 积极做接洽 因为印度跟澳大利亚是没有自贸协议的 很有可能这件事情反过来 会促进印度跟澳大利亚 形成一个更紧密的贸易关系 印度的红酒现在对澳大利亚 有150%的关税 说不定可能导致印度那边 开始对澳大利亚开放市场 印度之前 澳大利亚对印度的红酒出口 每年在以18%的速度增长 那么这次双方不管是出于经贸合作 还是出于战略利益 有可能会在这方面反而促成澳大利亚出口的多元化 这就是前面我讲的 现在争取时间 第二点就是为了迅速的实现澳大利亚出口的多元化 这个容易吗 这个肯定不容易 但是这个可能对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就是把它的出口 能够更多的摆脱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 更多的在其他市场 东南亚市场 在印度市场 在其他的 尤其是他的盟友的市场 能够更好地展开 事实上就在昨天 英国的首相 已经开始对澳大利亚所遭受的 美国的那边 不管是拜登还是川普 可能都忙于大选 暂时还没有相应的表态 但是英国已经表态了 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这些做法 应该开始引起各国 包括我们英国的警惕 所以英国那边应该也会采取相应的做法 这个也是中共在英国的战狼万江所收获的一个战国 战国打引号 所以不管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 都决定了在中国激进的贸易政策的情况下 澳大利亚能够采取的对应的方式并不多 但是我只能说跪地投降一定不是选择之一 即便自由党政府想要做 都不会有人给他这样的击费 因为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国本是什么 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澳大利亚的国本 我以前节目里面不止一次讲过 没有了这个国本以后 那你就相当于自己承认自己是禽兽之国了 那至于中国的国本 就是中共的国本是什么呢 这个可能不用我说 大家也知道了 昨天关于莫里森对英国智库的演讲里面 有一段我漏掉了 今天我给您补上 就是很多人在想 因为拜登团队在不断的提reset 重启 澳大利亚是不是也会追随他们一起重启呢 如果拜登上台以后 澳大利亚是不是也会追随他们去重启呢 去重新回到四年甚至八年以前的老怒 对华政策老怒 我其中有一段 我再给您摘录一下 看看这个莫里森总理 当时是怎么说的 但不过是这个灵异的震撼 没有产生的效果 或是国家的利益 或是国家的利益 和平均利益 就是这些利益 这些利益 给产生的平坏 最大的平坏和平坏 世界世界一样 的和国家的民地 都能够在败备 尽管他们非常棒的 社会 这些利益 他们带来 这些利益 这些利益 得现在 我们现在要复制 到代替的消息 到这些灵异的 curve 重启不是选项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政策转变 是早在川普上台以前 就已经启动的 所以也不可能会随着 可能说有可能拜登的当选而发生改变 也不需要 事实上也不需要 澳大利亚认为目前的政策是对头的 我们应该一如既往的这样走下去 好的 那么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了